博股推介是东风集团489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 原因是港股投资气氛淡静 不少想使公司股价回落到价值区 持有较充裕现今的企业就出手回购 对股价带来短期利好支持 从近期出手回购的股份看 综合回购规模、公司股值等因素 表现较好的有东风集团 截至10月底 集团年内回购大约60次 涉及资金超过7亿8千万 当中在9月份和10月份 加快回购 回购价介乎2.94至3.48 期内股价累积升超过1.9 大幅跑赢 同期恒指累跌6.9%的表现 股值方面 根据彭博综合劝商的预测 集团2023年预测PE5.8倍 预测PB指0.17倍 预测息率4.50 相比同业吉利 长气比亚迪超过14-21倍 价预测PE及人 抹走势顺纳 东风近日升穿年内下降轨 成为升约1.5% 收报3.49 策略上有货继续持有 目标体6月份高位3.8水平 未有货 可以等候年内下降轨大约3.3级纳 向下调整6% 即跌穿3.1 就减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